不可说,不可说 其实呢,不可说是一句佛教用语 用来表示大小的 它表示有多大呢? 请看这串数字 90年代初的时候 单位派我们去罗布泊进行考察 众所周知,这个罗布泊发生过很多奇妙的事情 最著名的呢,也就是彭家木和双鱼玉佩的故事 当然这个是虚构的 但在罗布泊的确有其独特的魅力 我们呢,也曾遇上过一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刚到那里的时候 地方上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向导兼任司机 那个人在之前的故事里也曾经出现过 那就是阿尔斯勒 大伙都叫他老勒 老勒四十来岁,人很精壮,精气神十足 普通话带点行僵口音 很有抑郁情调 在我们修整了一天之后 就启程开往罗布泊 大伙都知道,这可是在塔克拉玛干 这里基本上就是一览无余的戈壁沙漠 但就在路途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明明就是一马平穿的地方 但这车开着开着就会 凶的一下,好像撞着了什么东西一样 有时候甚至像撞到了人 那个动静非常大 每次我们都要求老勒停车下来看看 但其实下面什么都没有 你说这大白天的 都快给我们整出心脏病来了 后来我们就问嘛 问老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吗 老勒就给我们解释 这个东西嘛 在我们这里其实很常见的嘛 你不用担心 我们关这个东西叫安丘 为什么叫安丘呢 因为在这片大沙漠上 看上去好像是一片大平地 但其实呢 有很多你们看不出来的小沙丘 我们的车开过来 很容易就装上了 可等装上去之后 它就又散开了 你下去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嘛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给我们下的一愣一愣的 这一路上啊 我们总是怕撞到了什么 看不见的人呢 还是什么东西的 都给吓死了 后来我们深入沙漠腹地 大概有20多公里的时候 竟然碰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比较老旧的工装 50多岁 戴着眼镜像个知识分子 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的啊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罗布泊没有什么旅游项目 跑到这里 那八成是迷路了 在大沙漠里迷路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没有标的的情况下 可能会越走越远 到了沙漠腹地 没有水 没有食物 那可就完蛋了 但这人看起来就非常的镇定 并不像是迷失在沙漠里 反而像知道我们的车会从这里经过一样 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让他上了车 这上来之后 他也不怎么说话 听起来呢 像是附近镇上的 说出门办点事 再具体的他就不说了 我们呢 也不太方便问 毕竟吧 那时候很多工作都是有一定保密性的 不太方便跟外人透露 就这样 我们到罗布泊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于是我们就地扎营 还单独支了一个帐篷 给那个半路上车的老师傅 等当天夜里 我有点睡不着 于是就叫上一个同事 一起出去透透气 等我们出去时 老乐叮嘱我们 你们晚上出去 一定注意一些 如果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还要提早预警 躲得远一点 毕竟 在这座大沙漠中 人类没有解开的谜还有很多 你们小心一点 总是好的吗 这沙漠里的温差非常大 在外边 夜里冷得就像冬天一样 但沙漠的夜景也很美 到处充满了神秘感 这里的星空特别清澈 在大城市 看不到的那些星座银河 这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正在感慨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远方有一树流星划过 是璀璨如同烟花 突然就听身后 老乐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 是肥祸银子 赶紧续个院 这个吗 可灵了吗 我们是哈哈一笑 可就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发现 事情不太对劲 这周围的沙漠不知为何 突然呢 就开始快速的颤动 有一种类似地震的迹象出现 而且有什么声音 从远方轰隆隆的就传了过来 在那个方向啊 我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黑影 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正移动过来 当时我们心里升起预警 这是一种本能的恐惧 于是呢 我们撒腿就跑 回到营地 把大伙都叫了起来 爬上了车 拼命地朝远方开去 等我们开出去几公里后啊 回头看向营地 在月光下 就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圆球 直接碾过了我们之前扎营的地方 这个巨大的圆球 我们并不陌生 以前在长白山的时候 我们曾经遇到过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自然现象 重力风 这个重力风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 只要在地球上的东西 它都要受重力的影响 哪怕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这空气一流动 就变成了风 风当然也是受重力影响的 尤其是呢 在比较寒冷的地区 一些冷湿气流 被压缩的密度很大 这种高密度的冷空气团 受到重力的影响 则更加明显 简单的说 就是这种风团 就像个球一样 在地上是连吹带滚 快速的移动 最要命的是 这里面夹杂着大量的沙粒 碎石 木片 在风中快速的搅动 就像磨杀机一样 把进入里面的东西 全部磨成碎屑 这吹到人身上 几下就只剩白骨了 非常恐怖 在昌白山的时候 我们遇到过一次中立风 侥幸逃过一劫 而这次 比那次可要大得多了 这次的中立风团 到底有多大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 顶天立地 它从地上碾过 和顶上几乎接到了云层 你说它该有多大 而在这里还包含着一些奇景 摩擦起电 大家都知道 在这团中立风内 有明显的闪电产生 在这个圆球内部是不停地游走 宛若游龙 有一种说法 龙这种幻想中的生物 本身就源于古人对闪电的认知 因为龙的外形 看起来本来就和闪电一模一样的 还发出龙龙的声音 就这样 不知过了多久 这个巨大的中立风气团 终于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也许是消散了 也许是走远了 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营地的位置 除了一些重要的设备 那里还有很多 我们来不及带走的东西 可到了那里 我们发现 整个营地就像被碾过一样 帐篷都被压成扁片了 如果当时有人在里边 那肯定是完蛋了 这个重力风团的威力 到底有多大 就像我们开头说过的 不可说 不可说 就那么大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秉承着天地间的伟丽 它的个头呢 远比最大的动物都大得多 蓝晶也只有三十几米 可那个东西 方圆几百米 被这种东西撵过去 想想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们呢 算是再次劫后余生了 于是呢 工作只好提前结束了 我们返程的路顺利了很多 这外面的沙漠变得异常的平整 也许呢 是被重力风打磨过的 美丽而恐怖 当然啊 还有一件事 大家可别忘了 等我们回去报道的时候 队伍里多了一个人 也就是我们中途街道的老师傅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啊 这位老师傅 是不是和彭家墓有什么神秘的关联啊 只可惜啊 这次让大家失望了 回到基地 这里竟然有很多人认识他 这位老师傅呢 其实就是镇上的电工 本来呢 就是来这边探亲的 中午多喝了点酒 回去的时候 晕晕乎乎的就奔向了沙漠深处 要说这老哥啊 运气真好 酒醒了 正好碰上我们的车 他还以为啊 是特意过来接他的 不过这老哥啊 不太会讲普通话 也就没和我们说什么 是搞得神秘兮兮的 就这么跟了我们一路 这些呢 就是我们当年在罗布泊的一些神奇见闻 希望你能喜欢 我是老游 我们下期见